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阿中市長 來 接著我們繼續直接 我們就進入媒體的聯訪 來 美特 這邊請 想跟部長問一下這邊三例提問 今天來到紫幼宮這邊是不是也是加強陸戰 另外一方面議員參選人跟議員 也要跟您來辦二十六場的見面會 這一部分是不是也是陸戰起跑 對 當然我想在選舉 最主要是要讓大家多認識 跟市民多報告 所以我們今天來 我來 那當然是陳董事長對我們的接待 但是我們有議員的參選人 我們張文傑 橫門花 現任的議員 那許家培 那當然我們的老牌的議員 許淑華 洪建議 沒有老 不是 老牌並不見得老 那當然我們要謝謝高嘉瑜這邊的一個督導 那我們當然總幹事 那兩位總幹事 執行總幹事 跟我們張文傑總幹事 跟我們張文傑總幹事 然後大家人都認識 我想說市場不是 市府裡面 就要做事情 努力的做 現在其位員工也非常的優秀 那怎麼樣有一位能夠更體諒市民的 更體諒員工的 更有領導力 更有協調力的人來入主市政府 帶領市府的員工 把市政做得越來越好 但是我們努力的做 但是也要做對事 所以我們必須需要有議員的監督 跟提供地方的需要 跟我們市政 我們這個董事長這邊 大家把意見提供出來 這樣會做事情的團隊 可以做對事情 做對事情跟做好事情 那地方一定會繁榮 一定會越來越好 部長另外想要跟您請教一下 因為在臉書的小編發文上 他好像是用第三人稱來發文 那好像就是被外界說 好像這樣子好像比較不妥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部長其實你有在臉書拍影片 跟鄉民們問好 是不是也是要加強空戰的部分 對一方面我們在 因為在我們當政務官 一直沒有經營這個臉書 因為是政務官的關係 我們當然有我們部裡面的一些 相關臉書跟市民來溝通 所以個人的臉書上經營 確實是沒有經驗 但是我會學習 好的 觀眾朋友 您現在看到的地方 就是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參選人 陳時中今天到了松山的慈右宮參拜 針對媒體提問 這是不是代表著他戰士的陸戰起跑 尤其接下來他安排了 二十六名的黨內參選人要辦見面會 他說的確希望大家多認識 同時介紹到在場的老牌議員 許淑華 許淑華開玩笑的否認自己不老牌 讓陳時中笑說老牌不見得老 同時他也坦言空戰的部分要加強 那我就是要才… 我就是要才… 我就是要才… 有請… 我來… 他們就從來… 感谢观看